哈喽大家好,我是程序员于皮 如今这个编程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异常迅猛 能做很多事情 再加上工资高 导致各行各业的同学挤破了头 也想要分得一杯羹 所以今天做一个入门级科普 尽量保证每一句话让外行的朋友也能听得懂 目的就是帮大家了解 编程能做什么 不同的编程语言能做什么 以及我应该学什么编程语言 接下来我会带着大家把所有主流的编程语言 通通聊一下 对编程感兴趣的朋友呢 建议点着收藏 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看最新的编程语言排行榜 C语言第一 好业我要学C Python第二 好业我要学Python 且慢 排行榜并不代表一切 不要盲目针锋 我们做事一定要有目的 想清楚你学编程是为了什么呢 出于好奇、兴趣、金钱 提到工作效率、开拓视野 想做自己的产品 还是说只是点被不小心选择了计算机呢 没有目标是肯定学不下去的 所以想学或再学编程的朋友 不妨先把你的目的打在公屏上 此前我做过一个投票 大多数同学学编程 还就是为了找工作 那我就从如今最适合找工作 企业需求最大的两个方向 加瓦和前端开始说起 加瓦本身是一门高级语言 高级在哪呢 代码好懂 功能丰富 成熟稳定 写出来的程序可以跑在多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上 但真正促使加瓦被推向神坛 成为内卷之王 培训机构赚钱宝典的呢 还是它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生态 后端 桌面程序 安卓APP 物联网 大数据 但凡你能想到的东西 加瓦都有现成的开发工具 和方便的类库框架 就是让你写更少的代码 更快地完成开发 而且但凡你学加瓦时 人类可能遇到的问题 你在网上都能搜到解决方案 这正好符合企业的需求 我给你钱 就是希望你能快速地完成工作 不出什么岔子 对吧 再加上前几年 我国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安卓APP流行那会儿 Java作为安卓的主要开发语言 直接巩固了老大的地位 再说说前端啊 简单来说就是写界面 它其实包含了三种语言 HTML CSS 还有最重要的JavaScript 外部前端呢 入门相对简单 优点是写出代码 立刻就能看到效果 很适合培养兴趣 而且为啥它需求量这么大呢 你想想 大部分公司做产品 就是为了给用户用的 没有界面你用着灯啊 对吧 而且现在前端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了 像大前端 你可以用同一套代码 开发出网站 桌面程序 安卓 iOSAPP 甚至还有小程序快应用等等 提到小程序 你敢相信 这玩意儿的数量 竟然已经远超了APP 它有很多的优点 免安装 方便 易分享 基于微信用户基数大 再加上开发成本低 是很适合创业的 一个产品形态 当你有了想法 就差一位程序员的时候 小程序就是首选 也是因为这个小程序 和大前端的发展吧 也让安卓和iOS移动端 甚至还有客户端的 开发前景 变得越来越差 现在来看呢 安卓iOS开发 供过于求 再往后看呢 你完全看不到 APP它的增量在哪里 除了一些主流的APP外 现在主动安装APP的用户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市场 新人怎么入行 怎么生存 所以想做见面开发的同学 做网站也好 做APP小程序也罢 都建议先从前端学起 像布局 组件化 模块化 一些方法和思想 都是类似的 再说说大部分计算机专业同学 接触的第一门语言 C语言 有句话说的好 任何比C语言高级的语言 都能用C语言来代替 而任何比C语言低级的语言呢 都不足以完整地抽象一个计算机系统 足以证明它的地位 为啥它这么牛逼呢 关键是它够底层 底层到所有的操作系统 都是它实现的 所以为啥要学C呢 因为学C的过程中 能帮助我们了解 更多系统底层的概念 帮助我们日后 写出更高性能的程序 也是因为这点 C语言很适合开发操作系统 底层软硬件 各种嵌入式系统等等 再说说C++ 不是C草 看名字就知道 它把C语言绿了 它在C语言的基础上呢 增加了一些能力和思想 比如经典的面向对象变成 而没有对象拗一个 从而让开发者 有了更好的体验 能够提高代码的重用和开发效率 它本身就是C语言的超级 所以性能也非常高 综合这两点呢 C++的使用场景也非常广泛 后台开发 装面程序 编程语言 框架 类裤 比如说Java就是C++开发的 还有图像 音视频处理等 计算密集型任务 还有3D引擎 都是C++的主场 提到引擎 我们来说一下 C Sharp和Donet 不是C警号和.net Donet是一个框架和运行环境 而C Sharp呢 是运行在其上的 编程语言之一 此外还有VB.net 如今C Sharp在国内流行度一般 但它毕竟是游戏 VR AR 开发平台 Unity 主要使用的编程语言 所以近几年也不会被淘汰 下面聊几个有争议的语言 首先是这个Python 这个入门简单 生态好 很多现成的代码类裤 都能直接用 因此啊 在工作中 很适合拿Python来编写一些小的工具 像文件处理啊 表格处理脚板等等 能提高办公效率 它也是啥都能做 还是爬虫 大数据 数据分析 AI的好助手 那你说Python重要吗 当然重要 铺天盖地的Python广告 还有小学生都开始学Python了 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学 但是 它并不是企业开发的推荐语言 想找开发工作 就不要去重点研究Python了 把它当成工具 或者入门培养兴趣的语言就好 因为同等开发效率下 Python作为一名 解释执行的动态语言 它的运行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甚至可以比C++慢100倍 这是很可怕的呀 同理 这个曾经热火朝天的PHP 它有一个美称 相信就不用我说了 大家一起把它打到公屏上 如今啊 PHP虽然未被淘汰 但却在走向衰落 不再受到大公司的青睐 为啥呢 你说以前PC时代 拿PHP开发的网站 弱类型对吧 开发起来贼快贼爽 加瓦型五天 PHP一天搞定 但现在呢 时代不同了 互联网的产品形态 逐渐向移动端倾斜 而不再是传统网站 PHP虽然也能做后台 但它的性能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随着加瓦和其他 编程语言的发展 它们的开发效率上来了 假设都能花同样的时间 完成开发 谁还会选择性能更低的PHP呢 也是因为这点 近几年 购语言在国内发展序幕 它愈发简单 天然支持高并发 性能贼高 很适合开发现在主流的云原声应用 像大名鼎鼎的Docker容器 还有我们最爱的小破绽 都是用购语言开发的 再加上国内生态越来越好 用购去开发应用的成本 也大大降低 同等时间开发出一个性能更高的应用 它不香吗 像字节跳动 还有腾讯等互联网大厂 早都开始拥抱购了 可以想象未来两三年 购语言的发展会是一片光明 还有一些程序员常用的语言 像这个C口 它是数据库查询语言 可以从数据库中查找和操作数据 想从事后台开发 数据库管理相关工作的同学 一定要把C口学好 除了程序员 现在很多产品经理也开始学C口了 取数据还是很方便的 别看程序员卷 这些产品经理更是神仙打架 还有Linutas-Shell 这样一门脚本编程语言 和Python类似 把它当成工具学就好了 至于像Cotlin Skala Rust 这种新兴的编程语言 它们都有特定的应用场景 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了解一下 讲了这么多编程语言 总结一下 目的 时间 前景 学习成本 这些都是你选择编程语言的重要因素 想快速就业 就直接学前端或者后端 倾向于所写及所得 更快地看到效果 那就选前端 更想锻炼思维逻辑能力 那就首选后端加瓦或者购语言 还在学校时间充足 想打好基础 那就老老实实从C语言学习 如果只是对编程感兴趣 想自己开发些工具 那么Python是你的不二之选 最后希望大家记住 第一门编程语言 不等于你找工作 吃饭的编程语言 想学编程就从现在开始 对什么感兴趣就学什么 时间允许就大胆尝试 后面再深入学习一门语言 学会一门再学其他的 也就很轻松了 也不要相信什么 世界上最好的编程语言 这种鬼话 没有银蛋可以通杀 个人 不同的项目 团队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解决问题 应用落地 才是真正体现了编程语言的价值 适合你的 就是最好的 那最后作为一名良心up 也给大家整理了 各个编程语言和学习方向的 入门级资源 都放到了我的原创公众号 程序员鱼皮上了 欢迎关注 回复入门自取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 我是鱼皮 一边工作 一边变突 一边持续分享 编程经验和技术干货的 程序员up 有帮助的话 求个点赞收藏 投币三连知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